馬路旁圍起白色鐵皮 這裡是新竹東區食品路上 一起建案 將打造地下五樓 地上三十層樓的大型建築 不過有民眾發現 這起建案早在民國八十四年開工 但施工期限 是到民國一百一十七年 竟然要蓋三十三年 真的完全 拖了很久才施工 這個年限來看的話 確實是有點施工 對 對 它是最近才開始施工的 我有跟調侃 下定時是受精卵一粒 交屋時以三十二粒 還有人後期是在蓋世界奇觀吧 但也有人擔心房貸都交完了 房子還是平的 最後成了浪尾樓 本案民國八十四年 依法申報開工 依照當時空期核算標準 建造目前未預期仍有效力 但隨新竹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民國九十年發布實施後 滾動檢討空期核算標準 目前已無類似案例 對此新竹市都發局回應 房子沒有在八十四年做銷售 所以沒有繳了房貸三十多年 沒房可住的問題 只是一棟三十五層樓的建案 要蓋三十三年 讓民眾直呼不可思議 記者和孟謙陳嘉倫 新竹採訪不到 我是房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房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